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我們今天的講座要正式開始了 那…呃… 現在呢… 欸 浩浩你要去哪裡 你們要留下來跟我們一起聊天嗎 那我們接下來就開始介紹 另外一位主獎人 那這位主獎人呢 他實際上是我們今天最重量級的來人 那我說他重量級 並不是說他的體重 因為他已經減肥成功了 那我說他重量級呢 是因為呢 他在演藝圈的自立 從17 歲出到開始到現在 已經超過20 個年 那呃… 他發行過7 張個人專輯 如果包含團體的話 加起來總共有13 張 另外呢 他也參與了無數的電視節目 以及戲劇節目的演出 但是非常神奇的是 他出道這麼多年 這卻是他第一部電影 好 各位觀眾 大家應該都知道我在說誰了 好 我再聲一下好了 好 各位觀眾 準備好你們的掌聲 讓我們歡迎提克青春的男主教 前亞洲天堂紅愛兒主上 張克凡 好 各位 呃 台中的朋友大家好 誒 就是我本人 看到有比 叫本人比電視機帥的話 再掌聲鼓一下 好 謝謝 來 第一部電視機帥 是今天的主持人 對不對 好 謝謝他 好 對 然後 高曼華這個唱的實在是 算是很好 謝謝 對 第二首有點… 高音有點吃力 是 下一位呢 是我們今天的靈魂人物 如果沒有他 就不會有 提克青春 呃 這一位呢 就是我剛才跟各位提過的 提克青春的導演 那 呃 其實 呃 可能大家對於他比較陌生一點 因為他一直都是在幕後的領域 但是 我可以在這邊跟大家說 就是呃 陳大夫 大夫導演呢 他其實是我們 國內 甚至於是 亞太區都非常知名的廣告導演 那 我不知道大家還記憶自己的 前一段時間 白氏可樂曾經有一支在約旦拍的廣告裡面 充滿巨星 呃 這一支廣告呢 就是由我們大夫導演 擔任幕後的攝影師導 好 大家來也是同樣的 請把雙手借給我 我們歡迎提克青春的導演 陳大夫 大家好 今天非常開心 可以來到台中跟大家見面 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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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問過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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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問後完了就對了 對 呃 呃 其實拍電影這個事情呢 可能大家比較不了解 通常 導演是一個始作俑者 然後 他有一些想法想要告訴大家 然後 所以 他就會開始 我們名單話叫 順康順順 然後就 開始寫 寫日本 然後就 就只要是想把自己心的一些想法 或看法提出來 然後 一方面跟大家分享 一方面幫自己找到一個出口 那導演想要透過 適合青春傳達出來的想法和看法是什麼 呃 可能這個不需要稍微講一下我的背景 就是 其實我的父親呢 是 民國三十八年 跟 跟 跟著那個 應該是跟著經國先生一起過來 然後呢 他們 他們 剛來的時候 並沒有 只會待很久 結果 一待就待很久 所以 當我爸生我的時候 我爸已經四十六歲 所以 那通常這種 父親年紀的大 通常中間還有一個大客在大 可是我 我是沒有 所以 我一直對於 父親的情感 是 不太能夠理解的 就是 因為 因為 年紀差很大 然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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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是 就是 對於這個父子之間的關係 就是對於父子之間的關係 就是 嗯 說是困擾 還是 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 已經 一下子也過了 過了四十多年 然後 就會很想要把這個事情弄懂 這樣 所以就 決定做點片 那為什麼會選擇用樂團 這個 這個組織 因為 因為其實呢 音樂是一個非常沒有 就是沒有界限的語言 還是 其實它是很容易跨族群啊 跨 時間 跨越時間 跨越語言 然後呢 還有另外一個因素 就是說 有一方面我自己本身很喜歡音樂 然後 還有一方面就是 因為我覺得 呃 從以往 我們在戲劇上 談論父子關係的時候 呃 通常都會比較 堅涉 然後 整個劇情或者是 整個 整個影片的感覺 會比較 呃 就會比較 枯燥比較古板 好看一點 所以我 我 那時候的想法就是 把音樂帶進來 用音樂來 當一個背景 結果整個片子 會比較 呃 好看一點 比較容易瞎一點 這樣